-1.0哥斯拉已经在热硬了 他的大招原子射线震撼到我了 本期来给大家揭秘五种哥斯拉的原子射线对比 看看他们都能够打出怎样的效果 谁的威力又可以称之为最强哥斯拉呢 首先说一下2016年上映的新哥斯拉 在我要盘点的这几款哥斯拉当中 单从视觉效果方面来讲的话 不算还没有看到的-1.0哥斯拉 新哥斯拉的大招射线应该是最出彩的 他的背棋上触发了一种深紫色的能量 当蓄力充能的时候 那种紫色的能量逐渐夹杂着一种超强的白色光芒 哥斯拉会低着头张开巨大的上下颚 能够明显看到一个喉咙中间的光圈 紧接着一团黑烟从中间冒出来 他又打开眼睛的亮银色保护膜 防止眼球受到高温的灼伤和强光线的照射 随着能量的越来越强劲 吐出的浓烟逐渐变成了火团 火团像滚滚的火烂一样 以飞快的速度往前推进数百米 并产生了巨大的爆炸效果 这是射线释放的前咒 也有一个专用的名词 称之为超级热辐色粒子带火焰 承受火焰的尾声 逐渐产生了一些紫色的火焰 随后紫色的火焰急剧缩小 变成了强劲的光束 就好像一个大水管 突然分成了小水管之后 它的压力会变得无比巨大 打击的距离会远得多 而穿透力也会更强 通过细节 我们可以看到 哥斯拉的嘴巴前方 似乎有某种气压在吹着射线 往前面爆发一样 它可以瞬间击穿 一栋又一栋的高楼 而人类的飞机根本不值得一提 触碰到它的射线之后 直接化为了灰烬 当嘴巴的射线停止之后 哥斯拉可以从背上 向四面八方继续发射它的射线 打击范围会得到极大提升 人类根本无法从空中 对它进行偷袭 当射线释放到接近尾声的时候 能量会逐渐缺乏 又会变成刚开始那样的火焰 直到能量消失 它的尾巴末端 也可以发射射线 这样的话 进一步增强了打击半径和范围 从使用的效果和场景来看 新哥斯拉的射线威力 可能并没有那么强大 但是它的攻击灵活度是最高的 打击的范围也是相当的广 可以说是无死角 而传奇哥斯拉 每一部电影当中 传奇哥斯拉的表现形式 都有一些不同 在传奇宇宙 它其实不叫射线 而称之为 Atomic Breath 翻译过来就是原子突袭 意思是 哥斯拉的射线本质 是带有核能的 哥斯拉2014 它使用原子突袭的时候 背上只会有一些微弱的光芒和能量 整个突袭打出来的效果 它的形态从外观上面可以感受到 更像是一团火焰烧到了磁木托的身上 并烧到冒烟 整体看上去 伤害似乎不是那么大 而到了2019年 上映的怪兽之王 导演对于突袭的展现形式 又有了一定的更改 它会从尾巴末端触发 像充能一节一节的往上跑 当整个尾巴和背部亮起来的时候 就会从咽喉释放 打出来的效果 更像是某种辐射流 而当哥斯拉的能量越强劲的时候 辐射流的宽度就会越大 到了哥斯拉大战金刚 亚当·万杰德导演 对于哥斯拉突袭的表现形式 其实更加夸张和激进 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觉得哥斯拉全身发光会很酷 所以想把这样的效果带给观众 的确 这个哥斯拉只要一出场 或者微微发怒的时候 身上就会到处散发着蓝色的光芒 而他的突袭 更像是一团很强大的射线能量柱 从水底下发射 直接冲上了云霄 攻击地面 则会触发某种爆炸效果 和金刚的战斧箱碰撞 两股原子能也产生了 极其强大的爆炸威力 直接击退了金刚 也击倒了重达10万吨的哥斯拉 当哥斯拉爆发出最强威力 和持续输出效果的时候 他甚至打穿了地心 由此可以看得出来 射线的距离和威力 那都是相当深猛爆棚的 三 机械哥斯拉的大招 A74 自指尖笑 它是某种红色的射线 上面还带有三条 不同颜色的闪电 为什么称之为A74 是因为致敬了1974年 机械哥斯拉首次登上荧幕 从命名可以看得出来 应该是自指责面的撞击 还是什么释放出来的能量吧 强到可以烧红哥斯拉的盔甲 威力相当巨大 哥斯拉都被打到没脾气了 第四个 行星哥斯拉 这可能是影史上威力最强大的射线 它就是影史上体型最大的 高度达到了300米的 行星哥斯拉所释放出来的 行星哥斯拉的射线和传奇版 还有星哥斯拉都不一样 它像是一个高速的带电粒子光束 也不是从咽喉里面直接释放 而相当于是从它的电磁护盾 集中在嘴巴前方所释放出来的 它的能量非常强劲 输出的功率达到了三泰瓦 也就是3000兆瓦 大家知道兆瓦和千瓦是什么关系吗 以兆瓦等于1000千瓦 3000兆瓦等于300万千瓦 物理和数学学的好的小伙伴 评论区给大家举个例子 行星哥斯拉的射线打击范围也相当广 能够击落距离地球1800公里之外的飞船 在怪兽行星三不许的小说写道 它甚至可以击穿并且融化喜马拉雅山脉 最厉害的招数 斯拉的射线变种被称之为红莲之龙 那是一种红色的螺旋射线 要储存能量5年才可以使用一次 可以粉碎直径30公里的高密度小行星 行星哥斯拉的射线几乎可以说是莫秒权 目前已知的能够对它免疫的只有两者 其中之一是摩斯拉 在怪兽行星系列的小说当中提到摩斯拉可以反射行星哥斯拉的原子射线 另一个是虚拟的四星者基多拉 因为它来自另外一个维度 对实体进行了虚化 行星哥斯拉一时间打不着它 5-1.0哥斯拉的射线 哥斯拉的创新变得越来越局限 所以-1.0哥斯拉从两个方面大作文章 其中外观形态 全面致敬和模仿了传奇哥斯拉 其二就是在贝奇上面下了功夫 最早期的一个预告片 我们看到尾部的那个贝奇升起来 释放出了原子光芒 因此很多小伙伴猜测 尾部的那片贝奇可能是一个开关 但这一次最新的预告片 展示出了它释放射线的一个完整片段 在蓄能的时候 从尾巴一直到背上 每一片贝奇都向上伸展 并伴随友传奇哥斯拉那样的蓝色光芒之后 集中在头部进行释放 释放的效果也特别震撼 就好像哥斯拉猛一抬头 向前冲击打出去的一样 整个射线笔子贯穿 会在前方形成一个巨大的爆炸效果 像核弹爆炸一样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片段 最后的完整版应该还有更多的细节 看到这个预告片 我还是蛮期待-1.0哥斯拉的 个人认为从目前来看 -1.0哥斯拉的伤害效果 应该是要比新哥斯拉强不少 等影片上线之后 再来给大家做最后的解析 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